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表示 愿意出面调解由于村民与僧人 反对缅甸西北部一座中国资助的 铜矿扩建而引发的争端 昂山素季星期四参观铜矿时 表示愿意帮助解决这一争端 几个小时之前 警方动用水枪、催泪瓦斯和烟雾弹 驱散了数百名占领了这一地区 11天的抗议者 在蒙玉瓦镇 一个加入了抗议者队伍的僧侣 告诉美国之音 在警察行动期间 至少有20个僧侣 因为被烧伤而入院治疗 他们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 袭击了几个抗议营地 缅甸总统吴登胜的办公室 最初否认警察在行动中 过度使用武力或危险化学品 但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 在几个小时之后 总统下令收回这一声明 数百名抗议者拒绝遵照 政府的命令撤离这个地区 村民和僧侣们说 铜矿的扩建计划 威胁到他们的环境 他们也指责当局 为了这个10亿美元的计划 非法夺取居民的土地 好了